字幕提供 国立湖伟科技大学 随着12月1号的高铁云林站即将开通 未来不仅带给学生方便 也让云林与产业的连结更加紧密 增加学生更多学习的机会 国立湖伟科技大学的前身是 国立云林工专 年国69年成立 云林工专在设立的时候 与积电起家 那目前积电的主要的特色 还是都保留原汁原味 将原有在工科方面的优良技术保留 学校转型成为科技大学后 也把生物科技 经营管理 文创设计 各方面跨领域更加强化 目标是为了 让每一位进入浦伟科技大学的学生 有着全方位的学习环境 拓展国际的事业 我们管理学院目前有四个特色实验室 一个是财经资讯 一个是巨量资料 一个是创意实验室 一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 智慧学院实验室 未来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更强力的整合 配合工艺4.0跟云端服务这方面 在四个系都能够共享这个平台 四个系呢 因为它的特色都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整合成一个 比较是有关这个 生活文化产业方面的一个特色 针对在地的一些地方的一些特色 我们把它找出来以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将来做这个应用性的 所谓的文化工业 然后未来可以去朝国际化来进行 学校在管理 语文 资讯 生物科技 都提供了完整的教学 及专业的教学设备 我们学院目前几个在国内 国际的大军赛成果非常丰富 例如旺文精细奖 还有上演的机器人竞赛 那每年这些奖金 整个学院获得大概超过 100万的一个奖金的取得 那相对的产学案的合作 可以让学生在很多企业 有得到一些很好的一个实习的机会 我们有七个系 那我们是一个很标准的机械工程的学院 所以的话呢 机械工程所需要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可以把它cover起来这样子 所以未来的学生的话呢 除了刚才所讲的 有实物技术 实物知识之外 他能又有所谓的 刚才所讲的 跟世界接轨的工业4.0 这些物联网 整个的话能够跟实在的脉动 整个人都结合在一起 学校为了让学生 能提早体验真正的职场 近年来致力于研发 及配合产学合作 并拿出不少卓越的成绩 今年9月7号 更促成这次有别于往常的产观学合作案 将把眼光放远到高职 让学生从进入职校到职场 有更丰富的资源 从高职端到科大 到我们职训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产学训的一个整合 资源的整合 那也结合业界 我想这绝对是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串联出更多更好人才培训的 这样一个能量 我们借重福威大协 在这方面的专业老师的经验 以及他的科研设备 我们希望把福威大协 四年级的学生 送到德国 意大利 瑞士 美国 日本 韩国 这些国家 能够让他们在当地 有一年 企业真正实习的机会 藉由企业在国际 有80%在海外发展的实力 即劳动部将把计划 按就业中心和职训场地 投入在湖伟科技大学 不仅提供学生提升世界观 加强第二外语 对于学生而言 将所学的东西 有机会发挥到职场上 不管是环境 科学 医学 工业 商业等等 这些变化是非常迅速 而且多元化的 毕业的学生将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 武伟科技大学 希望学生在就学的期间 准备好 面对挑战的条件 在未来产业学院的概念能够更强 来导引学生在毕业就能够就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去发展 就读胡伟科技大学 跟产业无红这一轨 赞